新年 万事如意 祝福大家新年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澳大利出台代表 路德菲和夫人 在小约翰 史特劳斯的蓝色多脑盒中起舞 这是奥地利人带给全世界的年节习俗 维尔纳华尔兹影响了全世界 也是奥地利人不管身在何处 尤其是年节时期庆祝的方式之一 这是奥地利人的奥地利人 奥地利人的奥地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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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家庭到各行各业的舞会 像是在奥地利的台商 也会举办舞会来庆祝新年 不只过四季 奥地利人把每年十一月登场 到三月的舞会季 称为有别于春夏秋冬的第五季 可见他们重视的程度 并且从年少就开始学习 是否会是很难的 从小学习的年轻人 在小学习的年轻人 没有,我相信 我认为你 在小学习的年轻人 如果他们十一年 就在小学习的年轻人 就在小学习的年轻人 和在小学习的年轻人 在小学习的年轻人 有沒有很想學一學呢 往後過年在家 也可以辦個小型的 新年舞會派對喔 要在家舉辦新年派對 美食自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路德菲代表也親自示範 如何在家自己做奧地利的 傳統美食 維也納炸肉排 牛肉 豬肉 火雞肉 都可以是選項 材料準備好後 很重要的是拍打肉片 再撒上一點鹽 胡椒 裹上面粉 蛋汁 就可以準備油炸 炸出金黃酥脆的肉排 可作為米飯或者是馬鈴薯沙拉 上過主菜 過年必備的就是甜點了 奧地利著名的甜點 淡香濃郁的皇帝煎餅 有個為人津津樂道的小故事 注重健康的西西皇后 原本覺得這道甜點 太過豐富了不太想吃 約瑟夫皇帝嘗了之後 反倒非常驚艷 自此廣為流傳 稱為皇帝煎餅 另外一個奧地利有名的甜點 則是沙盒蛋糕 跟在台灣過年常見的年糕 擺在一起 一點都沒有違和感 這是一個 Wiener Sacher Torte 可能是一個 最愛的 最愛的 中國新年的時候 晚上我們也是會 介紹這個年糕的意義 跟小朋友 然後因為我覺得 這個年糕晚上吃 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傳統 東西方完美的組合 魯德菲代表跟夫人 加上孩子們 在台灣過的是奧地利式的 還是東方胃呢 簡直是一般的 跟很友人 和有的親友 和家友 但是很多 不一般的 非常有樂趣 對 或者有些食物 哪有些食物 我可以吃 也很喜歡 我可以自行 和我邦子 做何禮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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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过新年 奥地利人也会送给家人朋友 各式各样小猪造型的礼物 因为在奥地利猪象征着好运 在台湾跟着奥地利代表 过个有奥地利味的年 也可以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安排下 走一趟维也纳 感受一下音乐制度的氛围 和优雅的维也纳华尔兹 不管是虎年 还是十二生肖的任何一个年头 Svankhapt都是来自奥地利的祝福 新年快乐 华视新闻 料理蒂零 梁硕文 陈一伟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想要看到楚国最新的动态 赶快订阅华视 不错评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